多謝您收聽由令明日良事工製作 愛爾禱告愛爸爸 從十個方面為父親禱告 第六篇 愛的幫助 媽媽在世上最後一段時間 和我爸爸依然非常恩愛 他們倆在基督裏同樣有堅定的信心 媽媽患了老人失智症後 記憶力就開始喪失 到後來甚至連家人都忘記了 但是我的爸爸 仍然定期去到安努中心照顧他 在他逐漸喪失生活能力的時候 想辦法協助他 有些事情媽媽已經不能自己完成 例如爸爸會拿牛奶糖給他 爸爸會脫了糖子 然後放進媽媽的口中 當他慢慢一邊吃著糖 爸爸就會握著媽媽的手 很安靜地坐在一邊 而當爸爸離開的時候 就會笑笑地說 和他在一起 我感到好平安和喜樂 而讓我深受感動的是 不僅因為爸爸滿有喜樂地幫助媽媽 更是因為他描繪出上帝恩典的畫面 耶穌願意獻給自己 成為人的樣色 看出我們的軟弱 約翰在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記述 以無限的憐憫提述我們的軟弱 你知道有誰需要耶穌的幫助和他的愛嗎 而今天你又如何讓基督的愛透過你 而為及他人呢 邀請你我們一起討告 願爸爸媽媽上愛 聖傑的主啊 婚姻是你親自設立的 當爸爸媽媽在婚姻中面臨困難的時候 求你私恩幫助他們 遵守婚姻的承諾 在愛中彼此扶持 而當他們控制不了自己的怒氣或者言語 以致彼此傷害的時候 主啊求你憐憫他們 幫助他們控制怒氣 脫住自己的舌頭 求你以致他們內心的傷口 幫助他們彼此認錯 互相要恕和好如錯 我也特別為爸爸討告 求你幫助他明白丈夫的本分 領受從你而來的愛心和智慧 懂得和愛和敬重媽媽 體貼他的需要 在大小事上 都能夠內心地和媽媽溝通 快快地聽慢慢地說 主啊 願你的愛充滿爸爸媽媽的婚姻 他們就越來越相愛 願他們互相信任 彼此扶持 一同分享人生中的歡樂 共同分擔 共同分擔生命中的備相 奉主耶穌的命 討告 阿門 阿門 《靈修經文》 《約翰福音》 《日將》 《九至十四節》 《九節》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 《也是藉著他做的》 《世界》 《卻不認識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似他們權兵 做上帝的兒女》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 《不是從情欲生的》 《也不是從仁義生的》 《乃是從上帝生的》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地》 《有印典》 《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身子的榮光